2015 祁福南投洋洋得心意 这一博览会将于5月23号 上午在县府道鱼堂 动众乐闹登场 社会处长林俊吴表示 这次的真才活动 报名参加真才的活动厂商非常踊跃 也与50家厂商提供上千名的工作机会 换应届毕业学生七年 及一般民众踊跃参加 这次我们南投县政府 为了迎接毕业季的来临 特别结合了很多的厂商 来办理一个联合征采的活动 在5月23号 我们总共联合了将近50家的厂商 这50家里面有超过10家是上市公司 所以说这一次这50家的企业 包含了中大型的企业 包含小型的企业 总共是出了大概有3000多个职位 要来迎接我们毕业季的年轻朋友 还有目前失业或停业中的 还有转业的我们所有的乡亲 另外在县府大厅提供一场 一对一职业咨询注点服务 还结合了微型创业凤凰 基业训练及多元的就业开发方案 计划单位的成果展示 并有在地训练服务 5月23号在我们县政府的大礼堂 我们还有一对一的职业就业的咨询 还有微型创业还有多元就业成果的展示 可以说内容非常的丰富 我们希望我们南投县的乡亲们 不管你现在是就业中打算转业 或是现在待业中也能够尽量来我们5月23号 到我们县政府的大礼堂 来参加这一次的就业的这个媒合 另外活动县长亦提供求职者履历见证 求职彩庄服务 让求职民众在摩执路上更具顺心 点燃求职者信心 换民众把握机会 当日永远前晚参加 活动详情可定下 南投县政府社会处 劳工行政科 049-22-22-1.6 转18-21 胡小姐